大家好,欢迎来到八卦娱乐圈 荒谬至极,竟然会有黑周深修音的言论,真是笑呸呸了 近日,一些水君和黑子居然开始散布周深需要修音才能听的荒唐谣言 这一言论不仅滑稽可笑,更是对音乐界所有歌手的莫大侮辱 作为一位备受瞩目和喜爱的实力派歌手 周深以其独特的嗓音和高超的演唱技巧赢得了无数观众的喜爱和尊敬 每一次演出,每一首歌曲都充满了周深对音乐的热爱和执着 正因为如此,周深的每一场演出总是能够赢得观众的热烈掌声和喜爱 然而,近期却有一些不明智的黑字和水君 妄图通过造谣和抹黑来降低周深的声誉 他们无中生有的散布周深需要修音的谣言 试图误导公众 这种行为不仅是对周深个人的攻击 更是对整个音乐行业的蔑视和亵渎 试想,周深这样一位以实力和才华主称的歌手 居然被造谣成需要修音才能听 那么那些歌手们该如何自处 难道在这些黑子眼中 所有歌手都需要修音才能听吗 这不仅是对周深的不尊重 更是对音乐行业的不理解和无知 面对这样的荒唐谣言 周深的粉丝们纷纷表示愤慨和不满 许多粉丝在社交媒体上发声 力挺周深 并用实际行动反击那些恶意造谣者 他们相信 周深的实力和才华是不容置疑的 这些无端的谣言只会让周深更加坚强 更加坚定地走在音乐的道路上 实际上 周深在音乐圈内外一直享有很高的声誉 他的演唱技巧和音乐才华备受认可 无论是在现场演出还是录音室作品中 他都展现出了极高的专业素养和卓越的音乐表现力 正因如此 周深的音乐作品才会受到如此多观众的喜爱和追捧 对于这些荒谬的谣言 周深本人并未做出过多回应 他一直以来都是用音乐说话 用实力证明自己 面对这些无端的攻击和谣言 他选择用更好的音乐作品和更精彩的演出来回击 他相信 真金不怕火炼 时间和事实会证明一切 总之 黑子和水君的这些谣言只会自取其辱 周深的实力和才华是毋庸置疑的 我们期待着周深在未来能够带给我们更多精彩的音乐作品 用他的歌声继续感动和温暖我们的心灵 对于那些无端的谣言和攻击 真是笑掉大牙 荒唐至极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喜欢的点赞留言加关注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